來參加2016市場的活化 店家拿到三顆新的牛肉麵 因為我們四年前這個所在這裡順利來做處理 我們為了要活化舊有的市場 在我們這個樓我們都閒置多年 這次活化非常成功 尤其現在我們的店家在2016 開始參加我們TVS2017的這個時尚玩家 經過兩年的一個評比 最近已經評比出來 所以說成績非常好 我們在我們紀蘭館唯一的三顆新這個店家 他的全部老牛肉議長 才說他的客戶是全國的以外 甚至洋港馬來西亞跟我們日本 這些自由行的遊客 常常在這邊碰到這些外國的遊客 我相信這是在我們店家用心 一旦說得一個本來是良心講應該是會西亞 他把它整理到這樣 我們站在鄉公所的立場 一定要全力來支持我們這個老闆 把這個奧路整理出來是美化美倫 我相信這每天來到鄧山 春不老牛肉議長 已經在全國或是媒體已經 有多次的已經刊登出來 我相信他們店家這兩個阿嬤 有他最用心 所以說在我們鄧山這個地方 尤其是在我們紀蘭館裡面 有一個春不老牛肉議長 讓人覺得這是一個有這麼好吃的滷肉麵 所以說我也在這個地方也要給他強氣 最近的公佈出來 經過三年的努力 從評審出選到這次的三哥新的認證 這是不簡單的一個點計 我相信這在鄧山 活化市場是最成功的一個案例